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这一节课呢 我们先来对这个县程同步方法 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么首先呢 是这个互质量自选锁 以及读写锁这一类 那么对于这个互质量自选锁 和这个读写锁呢 我们对这个临界资源进行操作 流程都是一样的 那么首先我们先给这个临界资源给加锁 然后呢我们再去操作 或者是访问这个临界资源 等这个操作或者是访问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锁给解掉 那么这样子就完成了这个加锁和解锁的操作 那么在这里面加锁之后呢 其他县程就不能访问这个临界资源了 同样的解锁之后呢 其他县程才可以去访问这个临界资源 那么除了这种情况 还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个需要访问这个临界资源 但是呢发现这个临界资源被加锁了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先等待这个临界资源的锁被解掉之后呢 才能去访问这个临界资源 那么等待解锁之后呢 这个县程呢也还是需要给这个临界资源加锁的 表示说我现在要访问这个临界资源了 接着访问或者是操作这个临界资源 操作完成之后呢 在解锁允许别的县程去访问这个临界资源 那么这个呢 就是护制量自选锁 还有读写锁 它加锁和解锁的过程 以及整一个使用的流程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条件变量了 那么条件变量呢 是属于这个县程同步里面比较复杂的一种方法 我们也来回顾一下这里面的条件变量 那么对于条件变量 首先我们需要加锁来保护这个条件变量 或者是一些临界的资源 那么加锁之后呢 我们就判断这个条件是否满足了 如果没有满足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等待条件满足 等待的时候呢 这个县程呢会睡眠 直到某种条件被满足了 才被别的县程所唤醒 那么唤醒之后呢 就可以对这个临界资源进行相关的操作了 操作完成之后 再解锁 那么这一个就是条件变量的整个过程 在这里面最不一样的是 这个条件变量呢 它可以判断和等待某种条件是否被满足 如果没满足的话 那么它就slip 等到这个条件被满足 那么slip的过程当中呢 它可以被别的县程所唤醒 那么这一个就是这个条件变量 最后呢 我们对这个护持锁 自选锁 读写锁 和这个条件变量 进行一个统一的对比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护持锁 那么护持锁呢 也称之为护持量 它是最简单的一种线程同步方法 会阻塞当前的线程 那么这个护持锁呢 当这个需要等待的时候呢 它会让出这个CPU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自选锁 那么自选锁呢 是避免CPU切换的一种线程同步的方法 它是属于这个满等待的 那么如果使用这个自选锁呢 它在等待的时候 它是不会睡眠 也不会让出这个CPU的 它是一个循环的去判断的状态 也称之为满等待的状态 接下来是这个读写锁 那么读写锁呢 是为这个多读 扫写的资源 而设计的一种线程同步的方法 那么这个读写锁呢 它对于一些多读扫写的系统 它可以显著的提高这个系统的性能 那么在前面 我们也对这个性能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评估 那么在我们的实验里面 确确实实 这个读写锁呢 它对于多读扫写的系统 它的性能是有显著的提升的 那么最后呢 是这个条件变量 那么条件变量呢 它是一种相对复杂的线程同步方法 那么复杂呢 就意味着灵活 那么这个条件变量呢 有着灵活的使用场景 那么这个就是现成同步 这种方法的一个对比 这里面每一种方法呢 都有它自己的特性 这里面同学们需要理解 这里面的每种方法的特性 在日后的工作 或者是考试当中呢 这里面的这些特性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除了理解以外 这里面的实践呢 同学们下来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 去使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 或者是使用老师所提供的新语言 来熟悉这里面同步方法的使用 好的 那么这部分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给大家解决注 好 感谢观看